清淘源经常群聚案的感染源头 指挥中心也持续地监测 个案的CT值变化 那么在较早确诊的四名个案当中 目前发现只有这个案17230 它的CT值是往上走的 代表说它体内的病毒量 已经在减少当中 不过其他的三名个案 包括了两名清洁人员 跟一名防疫计程车司机 他们的CT值 都是在往下降的状态 代表说他们现在身体里头的病毒量 其实都是在增加当中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说 这三个人是近期才被感染 而感染源就是这个 最早公布的案17230吗 不过对此指挥中心就说了 不能够只看CT值的变化 来判定这个发病日的先后顺序 其实发病日也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要等到更多的资料搜集之后 才能够来判定 旁边机场烧出群聚事件 为了厘清感染源头 警惠中心持续侦测 个案体内的病毒量变化 看起来只有17230的CT值往上升 其他三例的CT值都往下降 换句话说病毒量被验出的病毒量 持续在增加中 看看最先确诊的案17230清洁员 CT值从11提升到19 代表病毒量开始下降 另外两名清洁人员案17238 CT值从24.6降到20 案17239 CT值从24.5变成18.2 至于防疫计诊车司机 案17240 CT值也从28.4降到18 这显示这三人的病毒量 都出现上升的情况 是否代表近期才被感染 而最先染疫的就是案17230 这个17230 可能是感染比较早 或发病比较早的个案 不过因为它的发病 事实上1月2号又晚于 其他的个案 我们在过去看到一些案例里面 也有一些它的变化趋势 不一定是这样子走的 有可能其实是无症状感染的 但是刚好感冒也同时感冒了 他会以为是感冒的发病事件 那等到他验了两三次核酸的 这个趋势才会确定 他是大概在什么时候感染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资料还不足 想追出是谁传染给谁 除了参考CT值变化 还得综合其他疫调 才能拼凑出整条传播链 谢谢综合的